这里是门口 指下来这个地方就叫蓝 如果要拿个指蓝针 指下来 这里是蓝 蓝代表五行的火 现在我们跟大家讲解财气位 八方五行配合的应该放些什么 现在我们知道了这是蓝位 财气位 在东方或者是东南方 这两个方位五行本身属木 其喜欢什么是水来双生 木来助黄 如果在这两个方位 来摆放五行属水的 或者木的风水用品 就可以令人家人的财温提高 这样风水用品可以放在风水类 或者养金耳的位置 属木的也可以放一些植物 盆栽之类 第二就是用木质制造的挑割品 但是我们鼓励用植物比较优先 你放在室内的植物 那些文年青、化财士 叶而厚的,而大张的 最少大过一百元的 叶大就是浅大来 叶小就浅小 所以起码盆栽的时候的植物 你拿一张一百元在那里 够不够大 将不将都大过去 你想大财来就放大张的叶 但是记住 这个植物你放在这个位置来说 你要照顾我 凡是一旦黄了 一沽了就快快收剪 就收起了 你不可以等叶子沽黄跌 如果财位的叶子开始干了 就代表你的财位出问题了 最近可能你的钱会有多些流失了 所以你要不跌照顾气 不断比起,轻轻碌碌地 室内的植物不需要放很多水 可能一个星期 十天正放少少水就生存了 所以有些人不懂 种室内的植物 天天加水很快就死了 明白 所以放了几天就死了 因为经常加水 所以你可以买佛财士、万年青 种种这些叶大章 尽量不要放那些有刺的 有刺又辣的就不要放弃 如果你家中 刚好的财位是在东方或者东南方 你就可以放以上这些 明白吗 现在是简单介绍 我没有说得这么清楚 让大家做个参考而已 好 植物其实有生气 首先 好选 木制的挑剋品为刺选 财位是东南方 五行属母 适合摆放的风水用品 以风水轮、金鱼缸植物为最吉利 如果财位是东方 吹财摆设都是一样的 好 你找到你的财位是在东南方 你可以放以上这些产品 就在这个位置 就是吹黄旗 明白吗 好 让大家知道 以下来说 如果财位是南方 这个方位五行属火 他喜欢木来双生 火来坐旺 如果在这个方位 我们五行属木的 或者火的风水用品 就可以令家人的财云加强 这样属火的装饰 就是用电灯 射灯 或者神座 就是在那个位置 你就可以放灯了 但是这个灯 可以日夜燭字 明白吗 20小时燭字 南方是属火 灯也是属火 明白吗 电气是火 火火 火火比黄 明白吗 或者你可以放木 水木 之前说过植物 也可以放上去 如果你的神位 都可以安向那位置 为什么神位 因为神位又有灯 又香又怎样 电香又是火 明白吗 所以这个位置可以安神位 打个比喻 让大家明白 如果你的财云在南方 那你应该放些什么 大家清楚 财气位在南方 五行属火 适宜摆放风水用品 以神位、装饰的灯 蛇灯为最吉利 可以摆放植物 以上在这两个地方可以放 我接着来说 财气位现在在西南 或者在东北 这两个地方五行属土 喜欢火来双生 土来作王 如果在这两个方法 放一些五行属火 或者属土的风水用品 当然可以令家人财云 更加好转 属土的有什么用品 假山 或者玉山 玉石之类 慈气制品 或者随宝盆 金属的就是麒麟 狮子 或者比丘 这些之类可以放在那位置 金属的 因为铜是属于金 你好 气的五行本身是属土 土是喜欢火 或者金 来摆黄气 火生土 土就生金 好 西南五行属土 我适合摆原来的 脂肪盆 雷瘦 假身 蛇灯等等 这些吉利的东西 如果财气位在东北 放一些其他一样 以上你可以放一些 这些风水产品 可以放在那位置 好 接着来说 财气位就是西方 或者是西北 这两个方位 五行是金 喜欢肚来双生 金来助和 如果在这两个地方 放一些五行属土 或者金的风水用品 当然可以使家人的财博 更有更多的尽障 就可以放这些产品 财气位就是西北方 五行是金 在这些地方 就是西北方 财气位 财气位 那么你只能当站在静 还是在中间 最重要是你来量度的时候 一定站在屋中间 这样放正来 明白吗 对吗 他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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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看这个角位是什么 他就说 一定會指到的 你不是這樣對, 這樣對不到 如果有些現在很方便 有些手機在網上收到自動 紙琳針是自動 你打開手機 對著那個位置慢慢進去 轉轉給你看, 這個是指 又寫道數給你的 比較方便 那些是自動羅盤 自動羅針 那些是比較 你不用猜到什麼位置, 搞不清楚 有些手機就有, 一上網就看到了 你收到自己的東西, 放上去, 指給你看 這個是指什麼 那你就知道有什麼方位 最重要的方位是先搞清楚 你放這些以上的東西, 就會幫到你了 好, 接著北方 如果財位在北方, 那這個方位五行是水 喜歡金來雙生, 水來助黃 如果在這個方位, 放一些五行的 熟金的, 或者水的風水用品 這樣就更加能變得 令財運更加醇長 以上有的風水用品 風水輪, 金而光, 熟水的 跟之前說過的, 自己參考就可以了 好, 這些風水輪, 金屬用品, 吹菜的力量 可以放在這個位置 選對了就可以放了 好, 這裡有一個方位就是 如果我們的財氣位佔了兩個方位 這樣我們就以比列來計算 佔比列夠多的財氣位為主 這樣擺放的生活的風水用品 比如我們測到這個 由西南, 由西 兩個位置都在這個位置 但是佔最大份的是什麼? 是西南 這樣我們就以西南為主 這樣你應該放些什麼? 好, 有些人的方位 這樣站在中間 你所讀到的方位就是佔兩個位置 到底我們以哪個位置為主呢? 我們就清楚了 好 剛才所見到的 財位佔了西方或西南兩個方位 西南所佔的財位面積比較大 而西南財位五行是土 好, 擺放風水用品能夠生土 為常吉利 比如說陶磁的製品 垂寶門、雷獸、裝飾的蛇燈等 這些物品 磁器的製品最吉利 因為磁器本身是屬土 在西南有座王財位的力量 五行的土比較多 或者佔西方的五行是屬金 比例也是夠多, 都是吉利 如果是剛才那位 我們鼓勵以土為主 比較安全 因為日經 大家自己不懂 雖然火可以放上去 如果這樣放錯 放在旁邊這裏就是西 西叫甚麼? 西是金 這樣放蛇燈就叫甚麼? 火燒金 安全起見 最好放在土 土可以生兩邊 土土比往 土可以生金 你不會放錯 除非你很明白 很清楚 你沒有放錯方位 好, 明白嗎? 好 剛才說了財位 讓大家明白 很多人在家裡 大部分都有安臣位 但安臣位沒有安錯 安錯了也有很大問題 為甚麼安臣位有招財 安臣位就財也不進屋 所以這個明白 所以臣位 擺在桌面的就是正臣 正臣就是正財 好, 我們應該怎麼擺呢? 家裡很多人有安臣位 這裡有幾個方位 讓大家知道 讓大家明白 不要擺錯了 如果家裡安錯了 這個臣位 就很多問題會發生了 好, 在我們華人的信仰裏 很多人都會在家裡供奉神靈 除了作為精神上的寄託外 對風水也被告成了影響 以臣位的安放位置 又是是否適合 你又知道 甚麼位置為何要擺 最好的擺法是怎樣擺呢? 好 以下, 告訴大家 臣位是正財位 正財位你擺得不對 你每天上香去拜 你很難得到的錯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所謂說, 臣位拜得對 你每天拜祭 就會幫到你 但記住, 臣位安了 一定是莊香去拜 有些人安了臣位是沒有上香的 沒有上香就沒有啟動 沒有啟動的動力 你的財就招入來了 但是所有的臣像 最好靜化 經過開綱過 因為臣像有一個理論 傳給大家知道 發現很多臣沒有經過淨化開綱過 很多的靈會參入氣 你不知道 你以為擺的是觀音 或是甚麼臣 其實不是 就變成靈在裡面 夜夜吃你的香火 受你的功課 又沒有保佑你 又沒有帶財給你 所以有時那些臣像 不是不好 如果經過了 有個儀式去做 那你擺放戲 放在家裡供奉 你就會幫到你家 所以說 我去聘請 自己會知道 明白 清楚了沒有 不要說 誰在甚麼地方 看到喜歡就請回來 但裡面是甚麼你不知道 總之凡是有偶像 又有公仔 很多靈都會參入氣 我們叫做陰靈 或者是孤雲 走進去吃香火 這個原理我給大家知道 有時你不是拜到神 只是拜到陰靈 為甚麼陰靈要吃香火 因為它能夠吃到香火 它只能夠在陽間 存留到落的時間長一點 如果沒有火吃 它很快便會去陰間 清楚了嗎 所以死了的靈 存在在陽間 它便會借著我們的香火 所以上香就是香火 香火就是陽氣 吸到陽氣 能夠在陽間逗留時間長 如果我們沒有很好的處理 它便進入我們的神像裡 變成我們在拜的 不是觀音菩薩 不是佛祖 不是甚麼 是在拜的陰靈 所以有些人 在家裡安徒神位 為甚麼得不到財 得不到保佑平安 就是因為我們自己沒有處理好 靠靠靠靠靠靠靠 就回去放在家裡 就算了 現在大家都知道 好 我們來講 在伯澤明鏡裡 有講土地 師神 祖先祠堂 當然是香火 安之吉方則得福 安之空方必有救 由此 可知神位安放為止是否正確 影響非常之大 在風水學來說 吉空 他夠生腹動 這個構字是罪過的意思 有懲罰的意思 你安錯了等於說 你得不到吉常快被懲罰 是這樣的容易 而香火就是一種動機 一種 當我們每天早晚敬香的時候 共香的時候 煙和熱力就往上升 帶動了氣的流動 產生了動機 所以吉空便由此而生 所以我們點香的時候 香火不斷向上升 即便開始啟動了 你知道嗎 所以啟動了 如果我們的神位是放得對 啟動的肯定是吉常的 如果我們的神位 擺錯了的位置 所啟動的是空的 空的就是這樣 就會被懲罰了 所以得不到好處 所以我們反而受到這樣的罪過 你明白嗎 所以我夜夜上香 得不到什麼好處 所以這裡就是注意 明白嗎 所以動機就是啟動的力度 所以神位就是一種財位 你啟動了那種力度 它就幫到你整家人 住在家裡的人 包括你的店舖 家裡所拜的神位 都是一樣的 公司也好 你有裝神位的 一定要知道 在信仰的方面 佛菩薩、天神和祖先等等 是保佑家集的人口 平安和穩定的家裡的魂 而地主除了代表人口的平安外 更主在在裡面的財運的好位 所以如果神位安放得宜 便能得到穩定的 增加我們的魂器 所以很多人有佛菩薩 或者天神 祖先 所謂好